大家好 我是依莎貝 那我是今天開場主持人還有提案的主持人 那我們今天時間有稍微晚一點 但是首先要謝謝大家來 那我們今天是 我們是第34次G20B的黑客松 那這次很特別我們平常在中間院 但是這次非常特別是我們到空總這邊來拜 那空總這邊我們是和C-LAB他們一起來合伴 然後還有G20B的揪宗團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先請C-LAB的游威跟我們分享一些事情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空總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C-LAB 然後這次C-LAB就非常高興了 很榮幸能夠跟G20B共同主辦這次的大送 然後剛剛也提到說其實G20B的大送 在兩年前曾經在同一個地方 也是在這棟建築物裡面曾經發生過 然後當時那個 這個地方還是叫做空總創新基地 然後現在 我們大概 簡短談一下這個地方向目前的狀況 就是大概空軍總部大概從2012年的時候 從這邊搬離 然後遷到大直去 然後這個地方最後就空下來 然後先是由經濟部長管 然後在這邊成立了空總創新基地 然後主要是鼓勵科技新創 然後在2017年的下限 主管機關就是從經濟部轉移到文化部 然後並在去年的8月 開始正式啟動 成立了台灣安代文化實驗場 也就是C-LAB 然後預計以6年的時間 就是講話 這塊佔地7公頃的營墟 轉變成一個朝向未來 比較深層態的文化機構 然後也是一個鼓勵跨界創新 還有文化實驗的一個基地 然後C-LAB在成立之初 其實有五個實驗平台 當代藝術、音像實驗、社會創新、記憶工程 還有很重要的數位人文 然後其實我們希望能夠打破 就是既有的 就是在文化生產體制上 種種橫向的學問的界線 還有這種垂直的課程的體制 然後創造一個共享開放的平台 讓我們有想法 然後有不同專業的人 能夠在這邊彼此封撞出火花 然後進行各種的合作 然後最後呢 以文化的力量改變社會 改造這個世界 然後其實這種自主開放 還有充滿能動性的精神 其實一直是 其實也是GINB還有OCF 開放文化基金會 過去這幾年來在做的 然後所以我覺得 再負以子 應該說就是 C-LAB現在在 數位人文這個面向上面 其實它 我們其實也是 目前我們上次受到 這樣子的精神的啟發 然後繼續做這個規劃 然後這些很榮幸 就是能夠跟GINB一個 舊工廠合作 再讓大宋在 回憶兩年之後 重新回到這裡 然後我覺得 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要代表 C-LAB謝謝 就是GINB的舊工廠 還有國際教育小多 還有很多小幫手們的 在這次活動的辛苦 付出 然後讓這次的大宋 能夠順利的 在公共這邊發聲 然後相信這不會是 唯二的兩次 然後希望未來 會有更多的黑客送 都能夠在這邊發聲 然後希望每次也都能夠看好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C-LAB 這個熱情的要求 那我們這次開放公總黑客中 其實今天看到有很多新參者 那很多人來之前 會以為GINB是像這樣子 就是有天有地上面有蛛神 中間有那個空氣洋包水 但其實來了之後呢 就會發現GINB其實長這樣 就是一群人不知道為什麼 那天聚集在一起 然後走來走去 但是你說再待久一點呢 大家會發現GINB其實長這樣 就是它其實有一個村部裡面 有各個不同的小雕堡 然後各個不同的障礙 還有任務組織 任務小組 然後但是最後最後在今天的結婚六點的時候 你可能會發現 事實上GINB是這樣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圍繞著熟路組在這裡 好 那大概這給大家一點那個GINB的概念 好 然後再來我們介紹一下 那個今天主辦的揪送團 揪送團是GINB的一個任務小組 那它主辦兩個月一次的大松 還有公民科技獎助金 如果大家對它有興趣的話 這邊有一些可以參與討論 還有他們公開的資訊在這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們的工作 那另外就是 它還有就說網人電子寶 那另外就是今天協辦主持的 等一下包括我還有 還有PM5還有剛剛之號 都是GINB Intel小組 就是國際教育小組的成員 那我們是一個很新的小組 才剛開始入座沒多久 那也有把所有的資訊公開在上面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加入Channel來跟我們討論 好 然後呢 介紹一下今天的活動 就是一開始等一下 我已經開張完之後 我們會有提案簡報 然後會請大家自我介紹 每個人三個觀點子 人比較多請大家趕快一點 然後11點20的時候 會預計請大家到前面來打合照 所以如果有人遠端看直播 打算要來合照的話 現在趕快出大海來的機 然後接下來就是151515 那邊有15 然後坑坑坑坑坑坑 這邊有坑 好 然後在2點半的時候 我們會有短講 最後5點的時候 有成果報告 請注意成果報告一定要事先登記 那沒有登記不能上台 好 那大概在6點的時候 我們會結束今天的活動 那好 那所以 食物我想 我就不用跟大家說要怎麼 怎麼執行食物的部分 那坑的部分的話 因為有很多新攤者 所以我大概再講一次 首先你要找到一個坑 就是找到一個事情做 怎麼找呢 第一請點上 hack.g0b.tw 大家都知道WiFi怎麼用 如果不知道 我們等一下再回去再看一下 什麼 然後 那個 請點進去這一個網址之後 點到本期購品 然後你就會看到這樣子的頁面 頁面左邊有一個 叫做看提案要提案 提案在這裡的登記 這個就是我們等下要登記提案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今天要報告的提案 然後再來呢 進去之後你會看到 這邊提案人有說他要爭什麼樣的人 那如果你有什麼特殊的專長 做事物技能 符合這樣的需求 你就可以去找這邊的提案人 那怎麼找呢 好 打算跳的話要怎麼跳 不要跳錯喔 這麼多人裡面 有一隻皮卡丘在哪裡 在這裡 這樣子就找不到啦 那在這麼多人裡面 到底誰是坑主 我們不會讓大家那麼痛苦 給他一個坑主的背張 還有坑的牌子長得像這個樣子 這種尺寸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 所以就請大家認名牌子還有坑主背張 那這台剛剛知道說 他不知道交朋友交得怎麼樣 交朋友的焦慮 應該大家都會有點焦慮 大家想說社群好像很溫暖的樣子 其實你真的參加過社群你會發現 其實那狀況比較像大家在十一蘭拉麵 旁邊有座人 但是每個人都在格紮旁邊 然後這邊其實是一種做事的方法 和一群不聽特定的人 其實每次來的人都很不一樣 因為我們大概都有在40%左右的新參者 今天更高一點 昨天的統計是195個報名的人 裡面有83個是第一次來的朋友 所以其實你很有機會遇到 大家都跟你一樣 其實是喜歡的 不用緊張 然後呢 首先請戴好銀牌 大家有打到銀牌嗎 沒有的話請不必在外面打 戴好你的銀牌 然後呢 如果不知道要做什麼 就找穿著黃背心的人 黃背心的人請站起來一下好嗎 好 清楚了 我記得有比零啦 好 有四位 還有五位 那邊 大家如果有問題就可以找他們 好 那再來 這是秘訣 這個其實 我們現在已經進行到第五了嘛 然後第六是食物區 肚子餓就去吃 不要害羞 早點聊天 好 再來很重要的活動手折 一般都不會把那個活動手折貼的這麼完整 但是因為我是律師 所以請大家仔細看一下活動手折 好嗎 基本上原則就是請尊重所有的人 好 謝謝 然後呢 食物和無杯蓋飲料 食物在那邊 那大家有看到這邊有窗簾嗎 然後那邊有一條界線 是聰明的人才看得到的 就是食物不能越界的界線 麻煩大家盡量不要把食物帶到這邊來 好不好 因為這個C-Lab借我們這個場地 我們希望能夠好好一起共同 那飲料杯子蓋好就再過它也還好 好 再來 那請協助垃圾分類 最後請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G01的巨型 打擦的是你們可不可以做什麼什麼 答答 有沒有人要什麼什麼 答答 那正確的巨型是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用你 你猜選人嗎 請問正確的G01的巨型 我要做什麼什麼 有沒有人要幫忙 喔 對 你好傢伙 我要做什麼什麼 有沒有人要一起來 或者是 關於什麼什麼 我認為可以怎樣 想要一起做做看嗎 好 那 今天要感謝的人有這些主持 G01 Intel 還有中破災 Grace的曲線哲骨 他們都非常早就來了 還有暴露的門神 小班 T-Mark 攝影樂派 攝影手 錄影手 馬克炮 呂婷 Stella 那我看到Michael D也有在幫忙 然後主辦的還有Gilly Beast 呃 呃 呃 那還要感謝聯巴克贊助的那個 呃 還沒有人幫你煮咖啡的話 好 最後如果大家 呃 大家在今天的結束之後呢 還很想再見到大會 覺得兩年 呃 兩個月太久了的話 我們還有其他的實體活動 譬如說 檸檬點松 然後VTi1小松 是每周都在這邊主辦的 然後還有 呃 不定期的基礎建設小松 真的這樣的小松 然後 Gilly Beast 上面剩兩年才一次 所以請 明年才會有請大家 敬心期待 那另外還有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在這個月8號 8號9號10號 在春神 有和台日韓的科 呃 還有一個面牌黑客松 那也還開放報名 歡迎大家來 那最後就是 請大家覺得 如果今天的活動很有意義很不錯 請大家點擊去任養達松 因為我們所有的經費都是貨款來的 那就最後請大家 Happy Hacking 那最後還有一件事是 因為今天算是比較開放空間 請大家務必看好自己的行李 就是自己的物品 然後另外就是說 要走的時候請記得帶著 不要留下來 我們每次都想挑戰 無遺失物的狀態這樣子 對 那如果萬一萬一真的找不到的話 再請跟九松團聯絡 好 那我們就先開場到這邊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那個專案 體驗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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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